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三个话题是关于溢价和处理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模块是客服的授权准备 那么讲这个模块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案例 请大家看大屏幕 好 那么从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反映出客服工作存在着哪些问题 我感觉这位客服有些答非所问 顾客需要的是两件商品其中的一个 那这位客服呢推荐的却是另一个商品 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商品不够了解 回答的非常好 那么你认为一个客服他要做好客服的授权准备 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客服上岗前应该先了解自己的产品 否则就会像上面案例中一样 顾客问的是BB双和格力双 而客服回答的却是格力双 但是答非所问 除此之外 客服还应认识网络平台规则和认识消费者 比如消费者的性格性别与企业 回答的非常好 也非常全面 那么客服工作呢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现在呢 也成为人才抢夺的资源之一 所以客服越来越重要 作为一家企业来讲 客服工作呢 它的重要性也是非常明显 比如它表现的第一个 客服的形象就代表了企业的形象 作为网络的顾客消费者 他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客服 所以客服的形象就是企业的形象 也是企业的能源 那么客服工作第二个重要性表现的客服呢 它也是能够提高我们的成交率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转化率 这个转化率是我们客服的义不容耻的担当 那么第三个重要性能体现在客服呢 它通过自身的优质服务可以提高客户的回购率 也就是所谓的不购率 客户通过自己优质服务提高客户的忠诚度 满意度 那么导致客户呢 能够回头继续的不购 继续的回购 那么对整个店铺的业绩提升 是有重大的影响 那么刚才我们展示的两个案例 体现了客服工作存在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做好客服工作 需要做非常多的准备工作 那么我认为 做好客服的准备工作呢 主要是两方面 一就是知己知彼 第二有贝而战 什么叫知己知彼呢 做客服工作 首先要认识自己 第二要认识自己的产品 第三要认识自己企业的文化 第四你要了解别人 也就是我们所处的 这个网络平台的规则 还要了解我们的对方 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他的这位同学提到了非常好 消费者他的特点和他的需求 首先我们来讲 如何认识自己 作为一个客服 认识自己 就是做好能港 持配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要说的是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客服 当好一个客服 他必须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 他必须有自身的 对客服的职业价值观的认同 同时他还要具备 客服这个职业 所应该具有的核心竞争力 那么什么叫做心理素质呢 做客服工作 大家可能也能够理解 他面对着 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客户 每天要处理 非常重的客户的咨询和服务 所以他应该有处事 变的这种能力 他要疼受挫折的能力 他还要能够掌控自身情绪 变动的这种能力 这些都是强大心理素质的一种体现 那么第二个 他的职业价值观 克服这个岗位很辛苦 职业成长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 跟营销跟运营不是那么显现 所以他应该能够认同 以客为尊 讲究团队协作 在跟客服沟通过程中 要讲究诚实熟悉 那么这些职业价值观 我们作为客服 首先要认同 你才能够去做 那么作为核心竞争力 客服里面第一条就是沟通 那么第二条就是管理能力 那么还有创新能力 这是认识自己 除了认识自己之外 那么第二个就是认识产品 对产品不熟悉 那么肯定是没办法做客服工作的 那么我们除了要了解自己产品的功能 型号材质 使用方法 课点等等 这些内容之外 更重要的是 找准方法 来全面的了解 专业的眼光 去了解这个产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专业 如何全面的了解自己的产品呢 我认为第一条途径 就是阅读有关产品的说明书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能够做到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呢 有条件的情况下 就应该亲身的体验这个商品 这也是了解产品的 第二个比较有效的途径 那么第三个 就是要用专业的目光 来了解这个产品 也就是说 你要买电器 你必须要懂电的一些原理 点一些物理的知识 你要买手机 你要懂一点 通讯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这样呢 你才能够用专业的眼光 专业的知识 来了解这个产品 那么最高一层的方法呢 是什么呢 你要了解这个产品 那么在条件层数允许的情况下 你应该参与到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团队 你参与进去 那么从中来了解这个产品 它的设计理念 以及它的创新点 这样的几个步骤下来 你对这个产品 才能够真正做到心中元素 而且呢 在跟顾客沟通当中呢 做到如数加征 这是第二个 认识产品 那么第三个 要认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这个根源很大 但实际讲起来 它也非常务实 我们认识很多企业 企业文化呢 也有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在这几种 企业文化当中 如果遇到一个过程型的企业 它是非常强调 过程的控制 强调制度的意思 那么我们作为客服 就应该非常了解 这家企业它的制度 它对整个销售一端 对客服有什么要求 我们客服 肯定要充分地认识 这家企业 有哪些会章制度 有哪些规矢 这是对企业文化的了解 作为客服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四个认识呢 就是要认识网络平台的规则 你在一个网络平台里面呢 开立自己的店铺 那你首先要遵守 它的规则 遵守它的规则的前提 就是你要了解 这个平台的相关的规则 这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一下呢 就是要认识小费者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很好 小费者 他千大万别 我们作为客服 之前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很重要一条 就是要学一点 消费心理学 你首先 最前提的 你要知道 消费者的性格 年龄 职业 以及不同的性格 年龄职业 他们的消费 特点和消费的倾向 你们听懂没有 听懂啊 好 好同学们 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那么从这个案例当中 客服跟客户之间的沟通 你得到什么样的取舍 首先这位客服表达的 还是很专业的 从跟他的客户之间沟通中 可以发现他对自己的产品 是相当的了解和全面的 回答得非常好